随着年龄增长半血关节和肌肉退化 经常会发生的肩膀膝盖腰部疼痛问题 除了透过传统药物及复健治疗 最近几年很盛行一个叫做真身疗法 藉由注射溶剂刺激软组织 诱发身体治愈反应 对于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疾病有疗效 成为治疗慢性疼痛的新选择 台湾人口老化快速 退化性关节炎带来的疼痛 影响许多长辈日常生活 常见上下楼梯吃力 就坐站不起无法行走 而这些症状都跟韧带松弛 关节软组织磨损有关 除了是要开刀外 近年来盛行靠打针 就能改善疼痛的增生疗法 最近脚做的比较不好 关节比较不好 所以朋友说去打针 效果这样 增生疗法它主要就是注射一个增生剂 然后引发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愈反应 区化我们的胶原蛋白跟纤维母细胞的合成 让它能够修复成我们原本正常的组织跟韧带的情形 增生疗法被广泛应用可追溯到1950年代 透过注射刺激物或生长因子 帮助受伤的组织修复 提升软组织结构的稳定 进而缓解疼痛 而目前较常使用的增生剂 包含葡萄糖液和高浓度血小板血浆 也就是俗称的PRP 打葡萄糖液的话 稀释成我们需要的浓度就可以直接治疗了 血小板会比较 过程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费用也比较高一点 葡萄糖增生疗法 借由注射引起发炎作用 重启治愈反应 促进韧带及软骨修复 PRP注射则是利用血小板 所含的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 促进愈合 两者运用在肌肉骨骼神经系统疾病都有疗效 一般疗程平均每两到三周 重新施打一次 完整疗程需四到六次注射 搭配超一波引导 可精准注射损伤部位 但目前仍属自卫项目 非健保几副范围 近日上大会台东市报道